唐精灵阿婆的猪圈里,记者看到这小家伙正因为在母狗的身边吃奶,圆圆的脑袋,没有狗的霸气,倒有几分小猫的温敬。 唐精灵说,他出生已经十天了。 为了让记者看清楚他的样子,唐精灵把小家伙捧在手上,让我们看仔细。 只见他白色的细毛,眯覆的眼睛,拾开拾合,长长的爪子,扁平的鼻子,无一触不像猫的样子。 见到他的村民无一不说,他就是只猫。 就在十天前,唐阿婆感觉母狗有点异常,就在一边观看。 此时,母狗突然躺下来,产下了一只黑狗与一只白狗,但是黑狗产下后就死了。 过了五六天后,唐阿婆再仔细去看时,彻底迷糊了。 这儿明明就是只猫嘛。 狗怎么会产下小猫呢?会不会是母狗到别的地方闲过来的呢? 他阿婆说,这只小狗是他亲眼看着母狗产下来的,而且这母狗一直是用铁链拴着,附近也没人养猫。